好,来,那各位暂停一下动作 好,来,各位请看 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就是我们的H H,LipUp的这张工作表 你们会发现,上面的参照表好熟,有没有 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日期,我们把它拉长一点 才不会朝出现那个警示号 开始哦,请注意看 参照表的范围 你就从上面这个A01开始按住 拉下来 好,这个一样叫产品表,对不对 哎,那产品表流水号到几号了 你如果忘记了,如果你忘记了 你在给他名称之前,我建议你 名称管理员,有没有看到 你先进来,先看看 哦,产品表一到02了,有没有 那等一下我们就用03,可以吗 可以哦,来,请看 我们到定义名称这边进来 好,那记得哦,范围要先选哦 范围选完了以后呢 定义名称呢,产品表03 好,OK,表03,OK 好了以后,我们按确定看看 哦,接着,如果你开始做品名 一样是谁去查 编号,对不对 哦,一样是用编号去查 好,来,我还是在这边等各位好了 你还是呢,先把 它的范围名称先把它建立起来 所以不管是用H对到比较好 V对到比较好 养成习惯 好,先给它包围名称 黑板上的这两张表,我是建议你尽量的写在你的笔记本 哦,在VLOOKUP的这个笔记本 你在抄笔记本的时候 这个VLOOKUP的这个地方 你旁边尽量找的地方 画这两张参照表 给你做对照 哦,好,你拍起来 上传到LINE上面给同学 哦 广围,做好了吗 来,各位请看哦 暂停一下动作好吗 哦,来,请看 点到品名这一格 我们啊,直接的到公司的查阅语参照 这一次请你找H的LOOKUP H,LOOKUP 看到了哈 有没有看到 栏位一模一样 第一栏一样就是找前面的编号进来 第二栏点一下呢 按一下键盘的F3 这一次呢,是财源表03 不要认错哈 确定 第三栏点一下 给他多少 哦 这是第一列 这是第二列 这是第三列 哦 所以品名在里面第几列 第二列 哦,二列 哦 二 好,接下来第三栏点一下给他多少 零 这样了解了哈 所以呢,你会发现跟F2UP一模一样 但是在名称上就有点改变 哦 好,那么呢,我们按确定 OK了 右下角输点两下 这样会了吗 后面单价跟销售额啊 就让各位你们把它完成哦 好,一个做法都一模一样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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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